这个男孩真奇怪 每天都用真戳自己的大腿 而且一戳就是足足十年 妈妈有些愚心不忍想要帮他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生来就饱受别人身高歧视的男孩 将成为绿鹰球场的传奇 男孩的名字叫梅西 每当梅西在球场进球时 他都会高举手指看向天空 这一时刻代表他向天堂的外婆分享喜悦 外婆是梅西职业生涯的领路人 他经常带小梅西去看足球赛 那时五岁的梅西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小一圈 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足球 这天的一场足球赛上 有名小球员睡过头吃吃味道 教练在场边坐立不安 此刻梅西不解地问外婆 接着外婆就把梅西介绍给了教练 然而回应的却是教练的一脸嫌弃 他觉得梅西太瘦弱了无法踢球 而外婆则肯定地说道 教练询问他可以踢哪个位置 没办法比赛要开始了 教练只能让梅西试一试 他把球衣扔给了梅西 这是梅西第一次上场T比赛 从此也开启了梅西拥抱梦想的大门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梅西因为身材很是瘦小 无论他运球到什么位置都能行动自如 没过多久梅西带着球就接连突破 在多人的防守下他依旧破门 他的表现使大家都感到惊讶 一个手持摄影机的男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大家都对这位小个子球员的才能感到惊讶 教练还请外婆每天把梅西送到这来练习 恐怕现场的人都想不到 这个名叫梅西的男孩 在距离未来不久的足球赛上 不仅想撤整个阿根廷 也将想撤全世界 小梅西没有姑父外婆的期望 只要是出门他就脚不离球 尽管梅西没有足球 他也会用一个破步疙瘩来模拟踢球 哪怕是垃圾袋和破罐子也能被当用来练习 他爱足球胜过爱生活 刚开始大一点的男孩们 都会嘲笑说不要让梅西上场 觉得他太瘦小了 怕在场上伤到他 然而他们的说法很快就被打脸 因为只要梅西出场就会大获全胜 那群大孩子们也开始发牢骚 表示绝不想输给小梅西 能不能让他到别处去替足球 天资过人刻苦耐劳的梅西 也是让他在足球场上所向披靡 只要梅西还在场上 那么胜负的天平就会倾向他这边 这天梅西在洗手间里被反锁 无论他如何互换 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眼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梅西不得不打碎窗户 然后跳了出去 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比赛场地 可就在他抵达赛场的那一刻 时间还剩20分钟了 队伍目前0比2落后于对手 主教练看见梅西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 他马上换上了梅西 果不其然 场面一下子就扭转了 梅西单枪匹马横扫全场 不停地运球过人进球得分 最后以催库拉朽之势战胜了对方 而比赛的奖励 小球员们一人获得了一辆自行车 尽管梅西在足球世界里如鱼得水 然而他对电子游戏却一无所知 在每一次玩电子足球游戏前 梅西都会带上自己的朋友 大家都会穿上各自喜欢的球衣 梅西则是挑选了巴萨的10号球衣 他恐怕无法意识到 未来的10号球衣将会是他的专属 伴随着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陪伴他打破一次又一次极限 此时的小梅西 也因此结识了挚友的妹妹安东内拉 她是梅西未来伴随一生的老婆 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梅西是个足球天才 会在将来职业生涯中一帆风顺 然而命运却如此不公 梅西在一次体检中发现生长失缓 测试结果都表明梅西得了侏儒症 成年后他的身高恐怕连1米5都不到 很快医生就给了他一个治疗的办法 也就是需要经常来打生长激素 老爸觉得这个疗法可能有风险 尽管梅西的家境不是很好 但他的父母依旧选择让梅西接受治疗 梅西在意的也只有一件事 医生此刻也安慰他 你的身高一定能超过妈妈多纳 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比他还厉害 小梅西的表现也非常坚强 从10岁起 他就会拿着真为自己治疗 为了不想让爸妈操心 他也从来不喊疼 也会去安慰交集的妈妈 梅西在医生的陪伴下渐渐长大 然而情况却没有好转 由于一场突然而至的经济危机在阿根廷肆虐 老爸就这样丢了工作 家里没钱也就代表梅西的治疗要推迟了 老爸对看好梅西的两个俱乐部寄予厚望 但愿他们能签下梅西 这样梅西才能得到更多的治疗 然而球队知道梅西是个侏儒症患者后 都表示不会为梅西的后期医药费买单 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赌博 谁也不能保证 这个病秧子以后能不能成长起来 老爸去过阿根廷各大俱乐部 但愿他们可以签下梅西 但谁也不会为一个有缺陷的孩子的将来而花钱 尽管梅西对足球梦永不放弃 但这次 估计他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 正当一家人陷入绝望时 西班牙一支球队向梅西发出邀请 这一切都是因为老爸把梅西的踢球视频 发送给了最顶级的俱乐部 巴萨球队的总监在观看了视频之后 马上就给梅西的父亲打了个电话 他们将给予梅西一次视讯的机会 并且在餐厅随便找了一张纸写下沉默 用最廉价的纸张签订最有价值的合约 巴萨将为梅西支付所有的医疗费 于是梅西在13岁时就成为了职业球员 可内向的梅西在刚加入俱乐部时 很难与球队融为一体 队友也经常因他的身高而取笑他 但梅西的表现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三年的轻讯一化而过 16岁的梅西也凭借努力成功进入巴萨主队 此刻他也有1米7的身高了 虽然不算太高 但却超越了他心目中的偶像马拉多纳 他的表现也让西班牙国家队备受关注 他们希望梅西能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出战 西班牙随队的一位大厨得知了此事 由于大厨是阿根廷员 他很希望梅西能为阿根廷国家队效力 接着大厨在酒店外找到了阿根廷国家队的总教练 想把梅西引荐给他 但那时梅西还不太出名 大厨表示梅西是个天才 可教练却一脸的鄙夷 如果是天才的话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叫梅西的人他却从未听说过 好在大厨不肯放弃 教练这才借来了梅西的比赛光盘 起初是教练对此并不在意 可就在他无意中播放这张碟片的时候 场上的梅西立刻吸引了他的目光 不管是快速的运球还是射门 梅西无疑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教练兴奋地马上安排助理联系梅西 没过多久 阿根廷国家体育局就找到了梅西的老爸 他们向梅西发出了邀请 一想到能为国家队出战 梅西没有任何迟疑就同意了 他已经等不及了 穿着国家队的衣服踢球无疑是一种荣耀 而梅西不在国家队踢比赛时 仍在巴萨踢球 由于当时的梅西仅仅16岁 巴萨又是一个高手聚集的球队 梅西在他们眼中不过就是个矛头小子 小罗的出场很快为梅西打开了局面 他让梅西挨着他坐下 在小罗的照顾下 队伍里的几位老大哥都很快地接纳了这个少年 小罗带梅西如亲弟弟 梅西首次代表巴萨的进球 也正是小罗给了他一个助攻 梅西在进球之后 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做庆祝动作时 小罗就兴奋地把梅西背了起来 他视梅西为自己在球队的接任者 几年以后 小罗陷入了债务的泥潭 也是梅西第一时间为他排友解难 由此可见 两人之间的交情有多深 梅西在巴萨逐步成为主力 他为巴萨效力了21年 打了778场比赛 获得了672个进球 助攻303次 为球队赢得10次西甲冠军 4个欧冠冠军 7个国王杯冠军 8个西超杯冠军 3个市区杯冠军和3个欧超杯冠军 同时他个人也获得了7次金球奖 7次世界足球先生 6次欧洲金薛奖 在这个时代里 他是绝对的球王 不过梅西最想要的 就是能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世界杯 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赛上 梅西带领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他的队友有阿奎罗 迪玛丽亚和伊瓜英 毫无疑问这支球队如同银河战检 让阿根廷不久就顺利挺进决赛迎战德国 在90分钟后 他们和对手都没有得分 德国队在加时赛时 替换上了22岁的年轻球员格策 格策在113分钟时创造奇迹 左脚凌空一记漂亮的射门 为这场比赛奠定了胜利 伤心的梅西在领奖仪式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力神杯 这也让阿根廷的很多球迷都无法忘怀 到了2018年 梅西再一次参加俄罗斯世界杯 这一次 他们在1%决赛中 与本届夺冠的法国队相遇 两支队伍打得难解难分 但最终阿根廷以3比4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梅西对着远方的大力神杯看了很长时间 又一次与梦想挥手再见 好在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梅西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 这也是时隔36年 阿根廷再度赢得世界杯 卡塔尔上的潘帕斯之音 梅西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是当之无愧的球王 喜欢梅西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男孩走进球场 打算用球技教训一下职业选手 看着眼前乳秀未干的小子 男人也是打算教育下小屁孩 但在男孩的扣球下 上来就让他输掉一球 本以为男孩只是侥幸赢球 但紧接着 男孩没打出一球 都令他抵挡不住 一球两球三球 他始终都无法接触 尽管男人是职业选手 但也顾不得什么面子 于是叫来了自己的队友 打算四对一 本以为这下赢定了 然而才打两个回合 四个职业球员就被狠狠打脸了 伴随着男孩的用力一发 彻底赢得比赛胜利 这个男孩到底是谁 只见男孩背过身去 我是李宗伟 这四个职业选手 可能无法想象 李宗伟这个名字 不仅想撤整个马来西亚 也将想撤全世界 让全世界都记住 这个马来西亚的少年 阿伟又年时家里很穷 第一次在电视上 观看奥运羽毛球比赛 他也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并向父亲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结果得到的 却是父亲的冷眼嘲笑 那时候一支球拍要89元 他一个穷小子根本买不起 没有球拍 他只好用铁板来练习打球 邻居看见了 还以为他一定是傻了吧 然而他刚走进球场就被裁判看不起 阿伟摇了摇头 他想参加但并没有自己的球拍 正当他心灰意冷时 还好一个好心人扔了一支球拍给他 同时这也是阿伟头一回拿着球拍打球 在球场上他没有任何步伐和技术 并且也是节节溃败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 阿伟强大的意志觉醒了 他注意到对手的脚法 立竿见影就学会了 然后就是一顿赢球 以非凡的才华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全场也是掌声雷动 阿伟开心地拿着奖杯回家 顿时勃然大怒 还摔了他的球拍 并且绝不会让他再参加比赛 可第二天叔叔找到他 请求他去参与公益羽毛球比赛 说这不仅可以打球 而且还相当做慈善了 阿伟没多想也就欣然同意了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家地下赌场 他是被骗到这里来的 阿伟在赛场上的才华也是令人惊叹 就算是大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一连好几天 叔叔赚了不少钱 父亲得知此事后愤怒地找到阿伟 一言不发就想把他带走 但想要离开却是难上加难 赌场不会放过他们的 原来父亲之所以不让儿子打球 是因为当年他拒绝为了赌场打假球 导致被赌场追杀 志优也因为他而死去 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打球了 但今天为了离开 父亲只好同意赌场的要求 他们父子打赢就可以离开 接着父子两人配合 因为这是爷俩的首次合作 阿伟也屡失良机 但由于超凡的才能 很快就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节奏 对方面对父子俩也是接连输球 随着父亲的一发 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 看到自己的儿子这么有才华 父亲最终同意他去打球 阿伟终于能够去参加集训了 在这里他每日锻炼身体 进行职业羽毛球训练 从手持球拍开始再到打球的步伐 阿伟非常刻苦锻炼 伸手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很快全国羽毛球学校的选拔就要开始了 阿伟也是以杰出的才能 以催哭拉朽之势碾压一切对手 从初选到四强再到决赛 阿伟也以所向披靡之势获得了冠军 可命运却在捉弄他 因为自己身材矮小 导致没被国家队选中 阿伟伤心地痛哭起来 为了能长高 他每天都要去跳高 妈妈也是在身后鼓励他 每天都会为他做一锅骨头汤 并且还有一块步记在了衡量上 阿伟每一次跳高之后 他总是把自己的身高记在木门上 天天跳高也是真的可以长高 在这段时间里 阿伟参与了许多竞赛 冠军也是一抓一大把 在每日操练下 以前仅能勉强够得着的衡量 如今他一只手就能抓到 而在两年后 他也是最终达到了身高标准 这一次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见识一下谁是李宗伟 在这次的国家队选拔赛上 阿伟也是干劲十足 可就在这时 他的脚忽然扭伤了 但他必须要坚持下去 尽管失败了 但他永不言弃的精神 还是吸引了在场的教练 教练想让李宗伟入选国家队 可体育局有些人却看不上他 认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 最多就是马戏团里的猴王 于是大家只好投票表决 好在最终投票结果是9票对8票 阿伟顺利地入选了国家队 来到马来西亚羽毛球学校 这也是世界一流的羽毛球培训基地 阿伟虽然只有17岁 但却意气风发 可这里的人无疑不是精英 由于阿伟身体瘦弱 甚至连基本的身体锻炼都做不到 还被同班同学排挤七五 而一旦他在比赛中输给对手 就要帮对手洗一个月衣服 就在阿伟疑惑人生的时候 教练却找到阿伟 问他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 这时教练问阿伟 我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但是你能愿意相信我吗 阿伟很清楚 教练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尽全力 而自己一度骄傲地求警 也在这里显得如此脆弱 他头一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可就在这时 一位好心人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他 这里的人缺乏的不是机会 而是一份坚持 我不知道留下来的会不会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走出去的话 肯定不会 此言一出 阿伟感动得恍然大悟 这世上永远不会缺少天才 而那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天才们 才是最强的人 哪怕被全世界嘲笑与抛弃 阿伟也要坚持不放弃 抱着这样的决心 阿伟开始战斗每一分每一秒 短短的一个星期 曾经身体素质垫底只能跑到数的他 如今却是全校的第一 教练目睹了全过程 最终阿伟及其他七个人 也是入选国家队出战全英赛 可到了参加比赛的那天 教练却突然把他换掉了 阿伟真的想不通 无论他如何苦苦哀求都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越来越远 最终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雨中哭泣 这让他又一次生出了放弃的念头 这天教练妻子找到了阿伟 阿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教练对阿伟十分寄予厚望 而在当时投票时 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的选票 就是教练投的 不允许他出现在全英赛上 是因为教练知道他膝盖旧伤尚未痊愈 为什么教练对阿伟比其他人更严厉 是因为对阿伟寄予厚望 也相信阿伟一定能够拿冠军 得知教练对自己如此用心 阿伟心中的那一丝不快也烟消云散了 他变得更努力地训练 没过多久 亚洲杯预选赛就开始了 阿伟从未想过 这一次他面前的参赛对手 会成为他此生最大的劲敌 这是两大最强王者第一次交手 同时两人也是刚开始崭露头角 李宗伟和林丹两人都没想到 两人将成为彼此最有力的劲敌 但这次李宗伟被击败了 败给了同龄中国天才选手林丹 而又过了一年 这次在四强赛上 李宗伟再次与林丹相遇 虽然阿伟已经竭尽所能 可他依旧又输了 尽管阿伟能横扫一切亚洲对手 但他却偏偏无法战胜林丹 国家体育局甚至质疑他根基不牢 并且一度想要放弃他 但教练却坚决反对 他极力维护阿伟 此时阿伟依旧在体育馆内锻炼 哪怕训练到受伤也依旧坚持 这时教练质问他 此刻阿伟并不清楚 他最大的敌人不是林丹 而是自己 教练也愿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赌注 他把夺冠的希望寄托于阿伟 又到了一次全英公开网球赛 这次四强赛上阿伟再次遇到林丹 面对两次战胜自己的敬礼 阿伟鼓足力气一搏 而天才林丹仍是势不可挡 阿伟再次被打败了 他向教练表示歉意 说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教练也并未责备他 并向他表示宽慰 羽毛球的精神不再输赢 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梦想并且永不放弃 这次到了马来西亚公开赛 这对老冤家又在决赛中碰面了 无数的国民聚集在电视机前 观看这场紧张的比赛 短短的两年 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天才少年 如今也都成为了世界最优秀的选手 他们的对决充满了激情 两人很快就各自拿下一局 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 李宗伟始终落在下风 13分和20分的差距 林丹也是来到了赛点 他就差一分就可以终结比赛 难道李宗伟会再次倒下吗 就在这时 一幕幕画面在阿伟的脑海中闪过 他回忆初次摸到球拍的感觉 追逐梦想的热情仿佛再次显现 想起那些相信并支持自己的人 满怀期待的家人 送给他第一只球拍的叔叔 以及永远相信他的教练 此时此刻 阿伟渐渐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没有战胜不了的对手 只有战胜不了恐惧的自己 此刻阿伟拼了一搏 很快阿伟也从13分打到追平比分 这简直是个奇迹 很快来到21比21 此刻所有观众都为李宗伟欢呼 阿伟再次一发扣球 比分也反超林丹一分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阿伟此刻缓住呼吸 随着纵身一跃 叙事待发一球打出 林丹此刻也已经来不及了 球最终成功打到地面 最终比赛结束 李宗伟获胜 他不仅成功战胜林丹 也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那份恐惧 最终李宗伟的排名 也是来到世界第一 全世界很好地记住了 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 李宗伟 他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 此刻我们无论身处任何窘境 只要不抛弃不放弃 坚持执着到底 我相信大家一定成功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为李宗伟点个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这个小男孩走进了公园 认为大爷根本就不会玩乒乓球 想用球技教训一下大爷 不料竟被大爷狠狠教训了一顿 旁边的女生都笑了 男孩为了找回场子 再次向女孩炫耀自己的舞蹈 然而却被一帮小恶霸撞见了 上来就开始挑衅 男孩健壮想要英雄救美 不料被对方给按在了地上 他扶下身子 准备伏击对手 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武功 三两下就把他打翻在地 男孩带着满身的淤青回家 并看到自己脸上的伤痕 于是故意化妆遮盖 当母亲带他去上学的时候 没想到小恶霸也在这所学校 吃午饭的时候 男孩又陷入了困境 因为他连一双筷子都不会用 紧接着 小恶霸们也赶来吃午饭 以免再次被羞辱 男孩只好一走了之 谁知道他一转身 还是被那群人给撞到了 小恶霸们直接挑衅他 并让男孩绕道走 不然以后每次见到你 就揍你一顿 男孩只能忍辱负重 他很想学点身法保护自己 于是跟着电视学起了跆拳道 想要学好武功 报仇血恨 下一秒 正好被一名打工的龙叔撞见 龙叔没有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修理着那扇门 这一天 男孩陪着他的母亲去逛街 耳边传来一声声整齐的口令 他急急忙忙地跑上去 这一看 他整个人都懵了 原来这是一所武术学校 让男孩兴奋不已 他想要打败小恶霸的心愿中 看到了希望 就当男孩打算报名时 竟看到了小恶霸也在这里 男孩彻底绝望了 转身就走 这天学校举办春游活动 在旅途中 小恶霸还想羞辱男孩 还好被老师发现 所以男孩没受到任何的伤害 男孩很是愤怒 于是一路跟着小恶霸们 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看见酒店外面有脏水 于是想出一种方法来对付他们 就在小恶霸跟小弟炫耀自己的实力时 忽然一盆脏水泼到他们头上 男孩连忙逃跑 一群人勃然大怒 然而没想到 对方体能韧性也很强 在仓皇逃窜中 男孩藏在了一座院子里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被他们迅速包围 男孩一招就被打趴下 就在恶霸们准备下狠手的时候 一道影一闪 立刻抓住了恶霸的手 原来是会功夫的龙叔 不过恶霸们很是不甘心 还打算连龙叔一起教训 龙叔从始至终都没有打人 偏偏恶霸们还不死心 无奈之下 龙叔只好与他们会会招式 面对多人进攻 他丝毫不慌 反而利用功夫在几下之间 将对方全部制服 紧接着 龙叔带着男孩离开了 并用把火罐来帮男孩治疗伤势 接着带着男孩来到舞蹈馆 打算找小恶霸的师父告状 但愿他能够管教下自己的徒弟 可不料 小恶霸反而开口告诉师父 龙叔刚才打了他们 师父顿时勃然大怒 准备让龙叔留下跟他比武 但两个成年人打架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他们决定 让各自的弟子在不久的舞蹈大赛分得高下 恶霸师父答应了 于是告诉徒弟 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骚扰那小东西 直到武术大赛 明白吗 明白 未能让男孩赢得武术冠军 龙叔说要把中国武术传给他 第二天一大早 男孩直接将自己的衣服随意地扔在了地上 并向龙叔介绍自己的身体优点 龙叔并未直接传授他武艺 反而是让男孩去捡起衣服 把他挂在柱子上 然后再摘下来穿上 接着再让他把衣服脱了 重新扔到了地上 反复重复刚才所有穿脱衣服的动作 男孩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学会武术 他不得不照办 回家后 母亲问他学习的如何 男孩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但身体的记忆还是驱使着他将衣服老实放好 这竟是他第一次没有把衣服乱丢 接下来 无论晴天还是雨天 男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直到有一天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气愤地将衣服往地上一扔 他再也不想再修炼这些没用的武功了 觉得龙叔根本就不会武功 接着龙叔把他喊了回去 从他身上抢过衣服 再让他把衣服穿上 男孩瞬间发出反应 一下接一下 原来单单只是穿脱衣服 就令男孩训练了妖力和灵活性 男孩甚至还能抓到破绽 回击龙叔 龙叔大有深意地说道 功夫其实就在人生百态 男孩顿时心悦成福 第二天龙叔将他带到了武当山 中国武术起源于此 龙叔自幼就是在这里修炼 男孩看到各式各样的拳法 最让他吃惊的是 还有人能在峭壁上练习 为了让男孩赢得武术大赛 龙叔每天都在耐心地教导 男孩自己清楚 如果想要打败小恶霸 那么他就要付出更多的专注 为了能让男孩更集中 于是还想出了 通过床单判断出一拳的攻击方向 同时也要有很强的闪避能力 男孩起初很慌张 龙叔要他保持心态平稳 男孩也在训练中 体会到心态平稳的那股磅力量 到处都有男孩训练的影子 最终男孩也终于可以 轻而易举地闪避进攻 透过背单 而且还能精准地锁定出拳的位置 这一刻 男孩彻底如同变了一个人 并且还能跟龙叔过上100招 比赛如期开始 龙叔在比赛前给了男孩一份礼物 是和李小龙一样的五打一 男孩对此非常满意 而且龙叔还对他说过 无论胜败 尽力才能让人尊敬你 比赛正式开始 男孩因为第一次参赛 紧张地丢了一分 好在得到龙叔的鼓励 男孩渐渐习惯赛场 接着拿回一分 一招踢腿解决对手 然而另一边小恶霸打法也十分优秀 任何对手都无法在他手中撑过两轮 在他的猛烈进攻下 在半决赛中表现也越来越激烈 没过多久 小恶霸就进入了决赛 男孩也不是吃素的 一路杀进四强 这次男孩的对手是小恶霸的同门师弟 小恶霸师父知道他不是男孩的对手 于是在比赛之前 不论输赢 让他必须弄伤男孩 果不其然 他一上来就对男孩下狠手 利用机会 不顾一切狠狠地朝着他的腿踢去 男孩疼得趴在地上 最终比赛结束 对方因为犯规而被裁判取消比赛资格 然而这正是对方的想要的 目的就是想要男孩受伤 这样自己的徒弟就能轻易打败男孩了 男孩因腿伤被带回了后台 医生劝他放弃 龙叔也不希望他再受一次伤 大家都以为男孩会放弃 不料在评委正准备给小恶霸颁奖时 男孩瞬间出现在台上 全场响起雷动掌声 比赛正式开打 一交手 两人便旗鼓相当 男孩侧身一闪 躲开了小恶霸的攻击 不料在转身时 被对方一脚踹下了擂台 笑霸拿下一分 到了第二回合 男孩只好拼尽全力 一脚横扫并追回一分 到了第三回合 男孩双脚一夹 将小恶霸整个人撂倒在地 他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再赢一分 男孩就是冠军了 这时对方失负见状不妙 于是喊了一声暂停 并在台下告诉小恶霸 要求盯着男孩受伤的大腿 进行攻击 果不其然 在连续的进攻之下 男孩大腿越来越痛 被一脚踹翻在地 又一次的受伤 让他痛苦万分 龙叔都以为结束了 所有人都以为男孩要输的时候 男孩强忍着剧痛 重新爬了起来 他抬起了自己受伤的腿 摆出一副经济立地的架势 这一招 正是他从绝壁上的道姑那里学会的 男孩专心致志 放平心态 接着瞄准小恶霸的进攻破绽 一脚将他干翻 最终他也是拿到了本次大赛的冠军 小恶霸也是在比赛中心服口服 主动拿起奖杯 为男孩颁奖向他致敬 随后他和其他同门向龙叔拱手行李 男孩也终于在努力下 赢得了认可和尊重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为了要制作远程火箭 男孩冒着生命危险 从雅弹中提取火药 但小学没毕业的他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不料刚刚走开一秒钟 小男孩原本是打算参加 一年一次的火箭大赛 他决定用蝙蝠室当原料 按照一时二销三木炭的配品 将原料放入竹筒捣碎 再加入食用盐和少许铜屑 最后再来一泡秘质铜子尿 至此一枚火箭宣告完成 当天男孩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准备参加比赛 结果却被告知 参加比赛需要两个人 他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参赛 小男孩向自己的父亲寻求帮助 不料却遭到了奶奶的拒绝 因为在奶奶的眼里 这个男孩就是家族的灾心 按照老挝当地的习俗 一旦有双胞胎降生 就意味着兄弟二人 分别代表着好运和灾难 果不其然男孩一出生 弟弟就不幸夭折 为了避免厄运降临 奶奶一度打算 将兄弟二人一起埋到土里 一了百了 在母亲的极力保护下 最终总算留下了 男孩的一条小命 幸福的生活终究没能继续下去 这天村里接到通知 开发商看中了这里的地痞 要在村庄修建水坝 没有一分钱补偿 全村人就要无条件搬迁上山 这时小男孩坚持表示 就算搬家也要带上这艘木船 这么大的家伙 搬上山的难度可想而知 奶奶坚决表示反对 一贯宠爱孩子的母亲 却租来一个牛车 就这样一头牛在前面拉 一家四口在后面推 正当他们大功告成知己 这一瞬间 年幼的男孩彻底惊呆了 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爱的母亲 看着奶奶和父亲冷峻的面旁 男孩自己也开始怀疑 他是否真的是一颗灾心 从此之后男孩在山野间 彻底放飞了自我 生活质量和野人相当 庆幸的是 这段时间他结识了第一个朋友 这个小女孩 从小和一个脾气古怪的大叔相依为命 他们从来不嫌弃男孩的出身 然而意外却再度降临 男孩不小心撞翻了村民祭祀神灵的供台 愤怒的村民将男孩一家的所有家当 全部烧成了灰烬 全家人又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好在女孩的怪叔叔告诉他们一家 不远处有个世外桃源 然而这个怪叔叔眼中的天堂 实际上却危机四伏 到处都是战争时期留下的雅雷 不安适适的两个孩子 用炮筒当棒球杆 雅雷就是最好的棒球 正当他们玩得尽心之时 怪叔叔却一把拦住了他们 随手将雅雷扔了出去 下一秒 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 且鸟不拉屎的地方 依旧容不下一家三口 如今的男孩 在十里八乡早已经成了厄运的代名词 所有人都说小男孩走到哪里 厄运就要降临到哪里 附近村民强烈要求男孩一家 尽快搬走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一家人可以等过完火箭节再搬家 为了留在这里 男孩决定自己也要参加火箭节 他仔细观察村子里工匠制作火箭的过程 发现看似高大上的火箭 只要有火药和引线 再加上一个尾巴 就能制造成功 于是他让小女孩利用妖劳的舞姿 吸引商贩的注意力 自己则是顺手牵羊 轻松拿到了需要的引线 两人还从山上砍下一颗竹子 作为火箭的主体 接下来万事俱备 只剩下最重要的一步 配置火药 男孩立刻想到了丢弃在住处附近的亚旦 他挑了一个大家伙 用木棍敲 石头砸 想尽了各种办法 亚旦依旧是完好无损 精疲力尽的小男孩准备回家吃饭 刚走出美景 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 或许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 男孩与死神插肩而过 为了活着研究出火箭 他决定制作火药 小男孩听说 怪叔叔曾经当过兵 知道火药的制作方法 于是在怪叔叔手把手的教学之下 男孩用蝙蝠石 加上硫磺和木炭 按照黄金比例调和 搅拌均匀就大功告成 同时怪叔叔还告诉男孩一个秘诀 要想赢得火箭节冠军 火箭不仅要飞得高 爆炸之后更要足够壮观 加入食用盐和铜屑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好不容易收集到全部材料 火箭节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男孩为了制作火箭 每天忙得头打脚后跟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男孩的火箭总算是研制成功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火箭节盛会来临 五花八门的火箭争齐斗燕 有的火箭刚飞出去就提前爆炸 有的还拥有近距离 精确制导能力 更有的还没发射就完成了爆炸 甚至差评的机会都没有 发射失败的人还要接受处罚 接受尼坑的洗礼 最后压轴出场的 是获得去年火箭比赛的冠军 他制作的火箭不仅精良 而且体型硕大 随着火箭被成功点燃 冠军火箭一飞冲天 直接消失在了云端 就连台下的评委都被惊艳 假如没有奇迹发生 看来冠军飞他莫属 正当裁判准备宣布冠军归属之际 小男孩艰难地举着火箭 步履蹒跚来到发射台前 此时他才知道 完成火箭发射至少需要一名助手 否则就没有参赛权 更重要的是 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完成发射火箭的众人 小男孩尝试求助自己的父亲 但父亲却沉默不语 就连他的奶奶都声称 这枚火箭一旦点燃会害死所有人 任凭男孩苦苦哀求 在场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 眼见男孩的火箭就要被销毁 父亲突然挺身而出 拼尽全力将火箭安装上了发射台 男孩的火箭也终于被点燃了 但此时他脑海中又一次出现了不祥的预感 男孩不顾一切地跑上前 害怕自己的火箭会害死父亲 然而为时已晚 随着一声巨响 男孩的火箭腾空而起 然后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这比未免冠军的火箭飞得更高更远 男孩的火箭远远不止于此 在云层之中 火箭顺势炸裂 绽放出璀璨的烟花 连上舱都被男孩感动 一场春雨倾盆而下 这标志着今年肯定是个好年纪 这一刻男孩不仅是冠军 而且还成为了全村人的英雄 就连奶奶也连连夸赞他 简直就是全家人的吉祥物 负责颁奖的村长 脸上洋溢着笑容 将一打钞票送到男孩面前 郑重邀请他以后就定居在这里 就这样小男孩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完成了自我救赎 男孩的精力告诉所有人 没有人生来就是灾心 只要你足够努力 愿意为梦想而战 终有波云见日的一天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